大家好,我是东哥 这是一只两个多月的黄白色的金边 在我这里讲了大概有一个半月 疫苗全部都给它打完了 明天就要去新家了 在走之前给它洗个澡 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之前的狗 卖出去的狗都不去给它洗澡 其实有一些也是会洗的 但是基本上很少 因为前段时间就是之前天气也比较冷 现在七月份温度也是慢慢的一直升下来了 基本上都有三十多度,三十度左右 之前像冬天的时候零下几度 或者是到春天了 也就是十几度,二十度那个样子 我基本上是不愿意给狗洗澡的 很多情况下你狗没事 你给它洗个澡可能洗出问题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狗疫苗什么都没有打完 体内还没有产生抗体 这个时候也最好不要去给它洗澡 还有就是这个狗在生命的时候 比如说感冒了发烧了拉锡的这种情况下 那也不要给它洗澡 本身我们不管是在做驱虫啊 疫苗啊 还是长途运输啊 洗澡啊 这些过程当中 它都是会对狗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如果说你单独去给它做个驱虫啊 或者是单独打疫苗啊 或者单独洗澡 这样子中间每一个项目中间都间隔几天的话啊 三到七天的话 这样子它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嗯 如果说你把这几个项目全部都加在一起 同时给它来做的话 很容易就是引起它的应激反应 本身你比如说它只是洗个澡啊 有一点点身体不舒服啊 过一天两天 它就好了 又好转了 嗯 比如说这个度是1 那么你另外你又给它这个做驱虫啊 或者是给它打疫苗啊 这个就是1度的三倍了 三度了 这就是本身就是加 就是说加强 加重它的这个应激反应 对狗都是不好的 所以说不管我们在狗 对狗做什么的时候 都是要尽量把这个时间间隔开 还有呢 疫苗没有打完的狗 尽量不要去给它洗澡 像我这边的话 我也是有选择性的 这只狗把疫苗打完了 然后呢 明天才拖运 而且呢 身体各方面健康都挺好的 都不错的 温度气温也比较高了 我才会给它洗澡 不然呢 我也不会给它洗的 有很多朋友问我 这个狗应该多久洗一次 早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一个 太 就是说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呢 比如说一个星期 或者是两个星期 或者是一个月洗一次 尽量呢 如果说这个狗不是很脏的话 我建议还是把这个周期 拉的时间长一点 你至少也得 见个个十天左右 是吧 十到十五天 这个样子 有些人就是说 有洁癖或者是怎么样 那种 我见过很多 他恨不得每天都给狗洗个澡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如果说你带出去遛狗的话 这个狗身上弄脏了 你回来可以拿这个毛巾 给它擦一擦 擦一擦脚 擦一擦嘴 这种弄脏的地方 尽量也不要频繁的 去给它洗澡 频繁的洗澡 可能会引发皮肤病 比如说你这个毛没有吹干 内部就是潮湿 容易引起湿疹 另外一个是 经常洗澡 你破坏它皮肤的酸碾度 这个酸碾度一破坏了 它都很容易产生皮屑 或者是引起皮肤病 像我们家有一些大的狗 也就有时候我都是 半年给它洗一次 或者是半年洗两次这样子 基本上都可以了 是吧 因为我这边是犬设施狗场 也不太在乎这个狗身上脏不脏 但是有一些 像家庭饲养的话 就老是想 让这个狗干干净净的 有些是一些女孩子 甚至把这个狗抱到床上面去睡觉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我觉得可能对于洗澡来说的话 去虫是更重要一些的 你洗澡只是你表面 你觉得它比较干净的 你看着比较干净的 但是你不做去虫 它身上如果说有 像有跳蚤啊 满虫啊 这一类的寄生虫的话 你不去做去虫 你光洗澡 有些东西它也是洗不掉的 还有像一些小型的犬啊 比如说博美啊 泰迪啊 笔熊啊 约克夏啊 这一类的小型犬 然后还有白色的 像西高蒂啊 这个马尔基斯啊 一些白色的狗 它可能脏了 就不太好看 而且是这种小型犬 基本上就是说 洗起来比较方便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间隔的时间短一点啊 夏天的时候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给它洗一次啊 冬天的时候可以这个时间间隔长一点啊 一个月都行 像一些大型犬的话 基本上因为洗起来比较麻烦 而且洗澡的这个价格 说实话也挺高的 你如果说不是在家里面 你给它洗去重电的话 也就是说 像一些像拉布拉多啊 金毛啊 这一类的 善于游泳的这一类的犬 你附近的一些 天然的池塘啊 水库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带它去 去夏天 因为比较热嘛 就游一游逛一逛 冬天的话 基本上我就认为是 入冬之前给它洗一次 然后做个蛆虫 然后开春的时候 再去给它洗一次 做蛆虫 基本上这个样子也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是 我们在给狗洗澡的时候 选用的那个 就是沐浴液啊 就是狗的那个香菠啊 尽量也不要去用人用的 因为人的这个 它的皮肤酸碱度和狗是不一样的 尽量选择那种狗专用的 专用的话 现在有很多的那种洗补产品 各种各样的 大家我觉得基本上也差不多 你去选择那种500毫升的 然后三四十四五十万钱一瓶的那种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你想把这个毛发养得很好的话 你就可以买一些高端的一些洗补产品 但是那个程序呢 就可能比较繁琐了 比如说第一遍去污 第二遍去油 第三遍这个什么 柔顺开节 然后第四遍怎么怎么样 那个那个 反正一条狗洗下来都得洗个四五遍五六遍的 然后价格也特别高 那一瓶那个香波都卖到好几百块钱 这个就看就是说个人条件的 你把这个狗当个土狗去养 一个月在他身上 花个一两百块钱 就是有狗粮的 给他吃点狗粮 没狗粮的 吃点生花生菜 或者是一辈子也不去洗一次澡 这个他也能养活 然后有钱呢 你一个月在他身上投个 我不说一千两千了 甚至有些人在一条狗身上 一个月花到一万块钱都很正常 这个是你说这个狗啊 他就是说狗不嫌加贫 你怎么养活都行 就看你自己的个人条件了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狗洗完澡 他的毛发到底需不需要彻底的吹干 这个东西前段时间在网上面吵得很火啊 各个做自媒体的 有的说需要吹干 有的说不需要吹干 我觉得这个东西 说实话还是吹干的比较好 我比较倾向于吹干 但是你像有些狗吧 你像我们家的几个大狗 那个几条拉巴拉多之前也都是带到池塘里面去直接给他们放下去 让他们游泳回来也不给他吹干也不怎么样的 也很少也基本上都没有去得皮肤病的 所以说到底需不需要吹干呢 这个我真的是我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毕竟我给狗洗澡洗的还是不多 但是我觉得的话 尽量还是吹干为好 如果说发现了有皮肤病呢 把这个毛给他剃了 做药育啊 或者是喷药啊 都比较方便 也比较 就是说治疗起来啊 效果比较好 最后我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到夏天了啊 穿的都比较少 可能平时穿个短袖啊 短裤啊 跟狗在玩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这个狗的爪子啊 它有时候即使你给它剪了 它还是比较锋利的 有时候给你玩啊 闹的时候 它不是故意的 就是抓一下 挠一下的 身上啊 可能会留下印子 或者是干脆都出血了 至于说 要不要打宽缺疫苗 最近有很多人在问我啊 说我家小孩 或者是我自己啊 怎么样 被这个狗给它抓了一下 你要不要去打疫苗 这个东西你不要问我啊 你要去打你就去打 你不想打你就不打 这个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如果说是关于狗的 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问我 都可以找我 但是关于人的啊 这个东西也不是 我我一句话两句话 你你你你你问我 我也不敢跟你说啊 人命关天的事情 虽然说 它的这个概率很低很低很低 可能比出个车祸的这个概率还低啊 比你中个500万的概率还低 但是我不敢去跟你说啊 你自己考虑 你自己去把握 最近西瓜视频好像搞了一个长按点赞视频 强烈推荐 然后有一个抽奖的活动 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 嗯 大家可以试一试 帮我强烈推荐一下 说不定真的就能中奖了呢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